聽說今天王世安的記者會呢 我的助理大遲到 他沒有來 沒有準時到我的家裡接我 然後去帶我去這個術化妝的地方 大遲到他我就要自己去 然後呢 等我術化妝完了他才到 對一個助理來說呢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助包 所以 可是我其實是一個好人 所以我其實還蠻不忍心 懲罰我的助理 所以我把這個任務交了給我的化妝師 然後他提了一個非常好的建議 就是當我們今天在練舞的時候呢 他要跟我們一起跳 可是剛剛我們從頭到尾練的時候 他又不見了 所以呢 我想到一個好的懲罰 就是 今天有一個招牌動作 非常漂亮的一個動作 他一定要學會 我們來找老師先示範一下 請げ herb 這麼為大家 各位他們說的了 真的很吸引 但會鐘 哪邊要說風聲 哪邊要說風聲 先安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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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小 來挑戰 先安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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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心 恭喜 佐藤 全憑 謝謝招待 我以後不會再遲到了 想三次 我以後不會再遲到了 謝謝大家 掌聲鼓勵 演唱會 換他跳